關外基金的設立根本是一個瘋狂的概念 即是說我們的社會進步了 對於很多以前我們覺得不需要照顧的人 或者覺得其實他們自己有責任的問題 尤其是傷殘 我們政府以前覺得 很多人都覺得傷殘本身是個人的問題 有些更加極端到是報應 所以就不理會他們 關外基金設立的目的 就是說不要擴闊我們這個社會的包容度和悲鳴度 先把我們排出來 然後就說我們的社會不能夠幫你的 不過不要緊要用慈善的方法幫你 配對就是這個意思 但是你殺人了這麼久 這麼低稅的有錢人都忍不住 即是他在另一個社會應該交了很多稅 都不用他再捐 都吸引不了他此其一 也失敗 第二就是擴闊不了那些要照顧的人 我舉個例子 人家叫你 喂 現在無人事很嚴重 即是租金那裏 你說如果我給多些租金去 就會扭價上漲 租金上漲 你是不是賭果為恩 我覺得認為不是 是因為現在連地都炒了 做了局長之後做多些事情 以後不要說是沒權 說完